又一巨雷袁半空分析說 一場中國式危機將超出上帳 華北再現多重異象 民間休地震 克里姆林宮宣布不選總統 普京直接連飲 被流放二十多年 泰王賜子突然回國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兩岸新聞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9日 下方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習近平面對的麻煩一浪接一浪 火箭軍涉密風波還未過去 大清洗正在進行 突然洪災衝擊華北 東北 山東遭遇地震 在外界擔憂慈生災難接種而來的同時 中國經濟又爆雷 恒大一年期陷入債務危機 引發中國房地產癱瘓 現在 另一家中國地產巨頭碧桂園也岌岌可危 8月8日金融時報報導說 碧桂園沒有按時支付已到期的兩筆美元債務 這兩筆債務合共2,250萬美元 是碧桂園兩項貸款的利息 這兩筆債務有30天寬限期 也就是碧桂園如果能在未來30天內支付 就不至於被打入圍約 財經記者胡彩平發文說 這是比恆大更大的雷 恐怕習近平不救不行 但問題是如何救 財訊傳媒董事長謝金河說 恆大必桂園的債務數額龐大 可以用債可敵國來形容 理論上這些公司早應該破產清算 但在中國共產黨特殊體制下 這些公司應該賭 但又不能賭 這樣 最後一定由銀行承擔 中國房地產業的危機很快會衝擊金融體系 中國銀行業承擔一切 將引發更深重危機 擅長通過數據分析經濟走勢的 自媒體《魯曼》8月8日發文說 中國式經濟危機 深度與廣度超過所有人想像 可以說是不死不休 魯曼認為 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分成內外兩部分 內部是房地產市場崩盤 泡沫破滅 一個將會導致一系列連鎖反應 包括地方政府收入銳減 從而有發地方債務危機 地產商債務爆雷 有發金融系統危機 地產商無法按期交流 會增加社會動盪 外部危機是西方封島 導致出口劇烈萎縮 外資加速流出 後果包括人民幣必然加速貶值 但面積失業進一步增加社會動盪 魯曼說 如果就按這個邏輯推演 這樣中國將開始一段意常艱苦的日子 不過還是能夠熬過去 但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中國經濟最核心的問題是權力沒有約束 權力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當局不會容忍房價泡沫就此破裂 它一定會嘗試維持泡沫 但現在盧百姓沒有錢 政府稅收不足 就只能靠銀行 強迫銀行向房地產業投入資金 靠放貸款 威房地產泡沫兜底 但是銀行的錢從哪裡來 魯曼說 銀行業的利差收入 現在已經剩下百分之一出頭 利潤空間已經非常微薄 再為房地產兜底 唯一的結果就是 銀行業將會陷入全面虧損 而銀行虧的每一分錢 都是儲戶的儲蓄 可以預料的是 人類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銀行破產潮 會在不遠的將來在中國發生 老百姓的存款可能會突然蒸發 魯曼接著分析說 這個時候 當局當然又會出手 一方面它一定會印錢 憑空印錢能否拯救 壞賬無數的商業銀行 現在還不確定 因為人類歷史上 根本就沒有發生過這種事 但可以確定的是 人民幣將會貶值到無法想像的程度 另一方面 當局為防止社會動盪 一定會將所有人死死地禁住 中國應該不會再有自媒體 整個中國社會將會被壓實成 一個填滿火藥的不定時炸彈 全社會淚氣無處發洩 最終的後果 沒有人可以預料 在山東地震後 華北多地出現罕見自然現象 民間開始擔憂 這些是否更多地震的前兆 抖音等社交平台上 這兩天出現多個影片顯示 河南省衛輝 新鄉和河北省保定 石家莊等地的鄉村 洪水過後田間河道都出現噴泉 大小高低不等 有些噴泉水柱高達4、5米 民間擔憂 華北平原地下中空 又長年乾旱 最近的大水有可能沒有入海 而是深入地下 衝擊地質結構 未來或會有地震 一段在8月7日拍攝的影片顯示 北京市信義院空港容衛園內 地面出現很多坑洞 持續無出蒸氣 網民透露 這種現象從7月31日下雨開始持續至今 原因不明 因為現在是夏季 蒸氣不可能來自暖氣管道 人們擔憂 這個是不是地學運動產生的現象 另外 華北大眼提前南飛 通常大眼在9月24節氣的白爐開始後南飛 但現在剛剛是立秋 網民議論說 大眼也知道要潤了 也有人擔憂 動物有靈性 提早離開 或是下一波災難前兆 8月9日凌晨3點 山東省河澤市發生2.6級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1小時後 四川省宜濱市廣院發生3.0級地震 震源深度8公里 俄羅斯原本定在明年3月17日總統大選 但克里姆林宮突然表示 明年可能不會舉辦大選 因為普京顯然會連任 8月7日 莫斯科時報報導說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 培斯科夫 較早前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 普京有超過9成把握 在明年大選中再度連任 之後 培斯科夫又接受俄羅斯商業新聞表示 雖然選舉是民主制度的必要條件 而且是普京本人決定舉辦大選 但理論上也可能不會選舉 培斯科夫說 因為普京繼續連任 已經是顯而異見的事了 這不是已經決定的事 而是我的個人觀點 這個說法很快被各大媒體關注 普京去年發動對烏克蘭的入侵 這被認為是二戰以來 歐洲最大規模戰爭 外界普遍擔心 普京自從2000年被選為總統以來 執政時間太長 已經成為獨裁政權 泰國國王瓦吉拉龍宮的 第二兒子 雅差勒宋 在被流放27年後 最近出人意料地返回泰國 8月8日走訪 曼谷一家兒童基金會 被受觸目 雅差勒宋 都由皇室之助的貧困兒童基金會參訪 並告訴路透社記者 我好高興回來 我已經出國很久了 有27年 回來就好像美夢成真 他目前沒有正式皇室投降 但仍然保有兒時被授予的皇宣地位 71歲的泰國國王 來過三次婚 有四段婚姻 共七個兒子 雅差勒宋是泰國和第二任妻子 余娃提達所生四個兒子中的妻子 余娃提達被離婚後 連同兒子都被驅逐出境 雅差勒宋現時在美國紐約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 泰國目前還沒有冊封皇衛法定繼承人 她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長女 44歲的柏差拉吉蒂雅柏公主 原本最有希望繼位 但她去年12月 心臟病發至今仍處於昏迷 因此 雅差勒宋突然回國 成為焦點 好了 這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 期待